最新的消息是彰化检方已经以嫌疑重大 而且有勾串共犯跟证人之余 好在刚刚呢清晨5点10分 生压了黄明和和他的三女儿黄奕婷 以及集团财务处副处长胡玉梅等人 清晨都被送往彰化地检署 现在在等候法官开生压停了 那么至于黄明和的妻子呢 因为健康不佳 昨天晚上跟被列为证人的儿子黄博文跟二女儿 在讯后都请回了带给你这是最新的消息 其实我们来看看这家医院的总裁 也就是黄明和呢 他曾经说为了实践减少病患痛苦的人医理想 黄明和整整他当时是负债30亿元内 不过在昨天却传出来 他涉嫌违法赚取药价4亿多 大部分还拿去买了台中的七栋豪宅 好这个消息溢出震撼一届 其实黄明和行医41年 企业化的经营也让秀传医疗集团 现在在全台就拥有了7家医院 而且黄明和呢 他还曾经担任三届的立委 行事风格一向是敢冲敢说 也敢做 由于他人脉深广据说 就连马总统要下下故装 都要到秀传医院来拜马头呢 然后再次复杂传医疗集团 再次复杂传医疗集团 修集团